KC好 關於這個47人案就空空烈烈了 45名被告是受到重判的 美國國務院就說 將制裁有關的香港官員 美國都是生氣爆爆 對香港未來的經濟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就沒什麼影響 如果他選一些個人制裁 因為個人的制裁之前都做過 都不止一次 最多就不讓個別的官員入境 或者聲稱凍結他的資產 他可能外面都沒有資產 你都沒有東西可以凍結他 他做得那個位置 他都預料不去美國了 所以又看不到什麼影響 如果你的制裁是譬如 落到一個企業層面 事實上有的 個別有些公司是被制裁過的 但是如果你的規模不是那麼大 可能影響也有限 你真的有影響的制裁 就可能整個行業不制裁 但是在香港都沒有做過 甚至整個國家這樣制裁 像俄羅斯那樣 更加現在都沒做到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不是做到那些對經濟的影響就有限 甚至就算你真的這樣做也好 譬如說 你制裁俄羅斯那樣的時候 國家這樣制裁 其實俄羅斯他很長時間都沒有靠美國 變成影響都看不到 當然他的數據可能都是假的 但是就算真實這樣說 究竟有多大的影響都很難評估 美國國務院還呼籲香港當局 即刻無條件釋放這45個人 但是他們會不會真的釋放呢? 我真的有點懷疑 不會啊 姿態上你這樣叫而已 共產黨坐你也會釋放 你叫他減營他也不釋放你 釋放 他也想得上訴加刑 所以我想就是 美國的事情也是 你如果在一些比較高調的事情 他就要表態 你要問到他 他就詳細回答你 但是你叫還叫 你叫完之後 有什麼實質效果沒有實質效果 所以只有叫而已 你叫完之後隔兩天 新聞報完之後 大家就沒有件事 其實這方面都沒有辦法的 是啊 過了幾天之後又淡了 但是他都說會損害香港的國際聲譽 KC你怎麼看? 香港沒有什麼聲譽可言的 是啊 這幾年做的事情已經是 舉小街見 舉小觸目 那還有什麼聲譽可言的 以前那個年代 大陸都是想打入世界市場的 想和歐美做生意的 香港就包裝成為一個比較綺麗的地方 但是自從現在這個人上了之後 他完全都囂張拔會 根本都沒有打算繼續同歐美來往 如果你一心都不想著跟外界 繼續以前這盤生意的話 那香港那個形象根本就無關痛樣了 在這個層面來說 即是已經反轉豬肚了 現在已經是 所以他完全不介意 不在這方面 所以中共死之不怕滾水綠 是的 有關英國和歐盟都是譴責的 中共在香港實施這個《國安法》之後 就說侵蝕了香港人權利和自由 香港是利用這個《國安法》 以刑事罪的打壓 就判了這45個人重刑的 那它是不是利用這個《國安法》 又去犯法呢 對於海外的人來說 就是覺得他們是非法地去審判 簡直就是天大的因案了 是的 基斯 你這些合法、非法 這些就沒有什麼準則的 老實講 就是如果用當代比較文明的價值去判斷 那當然這些東西就很無稽的 譬如說在民間搞一個選舉 你很明顯知道那個選舉根本沒有法律效力的 它基本上是一個民意調查 他可能搞一個民意調查 然後有些立法會議員去投票 如果他本身已經是一個議員 以前他有這個身份的時候 他有個權力去投他想投的票 是不是 民眾授權了他 你用任何一個角度說 你基於這些言醒有的法律 你無法說他犯法的 甚至你說 否決了某一個案 包括預算案 最終你導致 如果你說行政長官要罷免他 就算基本法都寫好了 如果你用那個法律的角度說 戴耀廷那些就是這樣跟他說 但是你跟共產黨的法律就愚蠢 就是很天真的 他從來都自己第一個不守法 他假插了一條法律就是國安法 接著他把口說你犯法 就是他講的 他都拿不到什麼證據說你犯法 他說你犯法你就犯法 接著就抓得了 抓得了接著就坐得了 其實他的玩法是這樣 他的玩法是這樣 你明知道要這樣 他這樣玩 你要跟他捏 你也都遇到後果 譬如你當時佔中那些 甚至你出來公民抗命那些 他自己都已經說明了 他是以領擊石的 那你以領擊石的話 你就有個後果 你就跟他捏 你現在擺明就是要爭取一些東西 當然你的心態可能 你只是爭取一些東西 我爭取一寸而已 但是他覺得你得寸盡尺 他覺得你現在在搞太平天國 想留潮範圍想反他 他覺得你反他就怕他上來 他就亂來 那你在這個角度 你又知道他會亂來 那他亂來的話 你可以怎樣爭取他 你爭取不進去 就變成你去到這個層次 已經不是討論法律的層次了 整件事一早的本質已經超越了法律的層次 已經變成了一個政治的事件 就是他覺得你繼續搞政變 那他會動你的 那他動你的時候 你已經再升華到已經不止政治的層面 他根本是強暴的 他已經出動一些武器去鎮壓式的手段 這個層次已經是軍事的層次 都不是政治層次 鬥惡的 是吧 他講到動物界最基本的層次就是鬥惡 施殺 你若有強食之下 你一定不救他 是吧 你講槍講炮 他一定多過你 江軍隊一定會贏你 你任何角度都不會贏他 你會輸贏 你輸了就成狂敗 就是你歷史上 你看看中國這麼多年 有讀中史就知道了 從來都有人造反 你造反就差不多 你造反輸了 那你現在中史怎麼寫那些造反的 其實你有沒有給那些造反的 那些造反的 其實你造反贏了 你就伸了一個懲罰 你輸了那些 就被他抓去殺 就是其實 結果是很簡單 你贏就贏 成狂敗 你輸了就被他混錯了 是吧 他俗財真本上任得他 所以我想你從一個時空的角度說 你可能會有一種情緒 尤其是 如果你身處的空間在香港 你身處的時間是2019 那你當然 你很多東西看不過眼 很多東西會很上心 任何人都會 就是任何人有情緒 包括你我他 但是 你時有過回 你拉闊一點的鏡頭看 站遠一點點看 其實歷史這些事情都是這樣的 就是 之前不是沒有例子 你有五十一年多見過八九六四 八九六四都是這樣的情況 你結果後來搞和了 那些有什麼下場 你一是被他殺了 而不是被他殺了 是被他困住 困死為止 如果不是困死為止 你出來的那些 又是變回生意佬 你出去保外就醫那些 其實你出去做些病 現在其實都還有很多是 有很多霞想很多憧憬 想著說海外港人出去了 不知道搞這件搞那件 就是你不在他那個範圍 你不在他領土裡 你搞什麼 你惡得什麼 你射回你的大口 就是你外面做不到任何事情 你做不到事情的時候 當然你姿態上 你可以表達 你可以掃說 你可以情緒的發洩 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但是你在行動上 你沒有事情可以做的 你可以做什麼 你比如說那些美國議員國會 其實美國都不理你 現在美國看大陸看香港的角度 就是一隻棋 當時你是一隻棋西藏 一隻棋 現在兩隻棋都沒有了 就歪了 只剩下台灣 大家的焦點一定放在台灣 不放在香港 你再拿很多事情 跟國會議員講 跟特朗普講完之後 他有盆算 你看到那邊那幫人 其實都是特朗普大頭 很顧思理 你是想自己的 如何清除自己的人 如果你不是他 上他的利益的話 擺到他自己的利益上 他不會理會你的 所以整件事 你隨著 這些判決出來 就停止了 這件事了結 你都沒有什麼可以做 沒有什麼可以說 他現在也都 可以這樣說 不是落一個很重的形 你輕鬆相對 你一說出來你可以罵 你隨便來 但是起碼市場沒有反應 現在整個市場 聽完之後 有些建制也好 自己都被預了 你預了的話 會有預期之內 那你在預期範圍之內 他也叫做 希望這件事 適時迎人 因為從這幾年來看 他贏了 他任何個角度去刑進你 他言論封殺你 人要抓你 要抓你 你從他的角度去刑進 如果他現在再拋出來 他自己也沒什麼好處 他當然是 趁特朗普上場前 然後蓋上那件事 叫他判掉 肥佬黎那些可能搞不掉 就磨他一陣子 那些有快坐 坐到死為止 看起來都是 但是如果你只剩下這一站 其實 其實這幫人老實說 又沒有搞過什麼 他真的出來搞個民調 接著就說什麼生硬卡投票 那你對共產黨來說 睇不過眼 跳起不腳 但是一回事 但是實際上沒有什麼行動 你叫做搞定 是 那美國都說中共是獨裁 那這樣就 最怕這個獨裁者 掌握了權力之後 他可以改法律 就是說他講的話就是法律 他說45個人有罪就是有罪了 這樣的 就是說覺得被人感覺是無法無天 KC 那從來都是的 你中國幾千年什麼時候有法無天 從來都無法無天 從來都是獨裁 我都沒有見過中國有民主 都花不上這麼久的時間 是不是 沒有 你這麼久一直都沒有 你都很難 很難從哪個角度說 他又變差了很多 現在一直都是不壞的 那你自己 不是 現在美國 你現在那個制度 都是經過長年的施殺打鬥 歐洲就打了很多年 就是民主 美國也都來戰過 那你其實是 在中國近些很多年都沒有這些 打到布林布蘭 講的是 戰國年代 就是再之後 你說的是 一個朝代換一個朝代 那種打 沒至於說 就是 裂開幾球亂了 那麼 目前都沒有出現過這些事情 你或者 就是 明年的年代太早的時候 你無法引用民主 民主就是這幾 幾多 這一百幾十年的事 一一二百年的事 我相信 就是你 可能 一個世紀 以前 你就算 走去歐美國 講民主 其實那種民主 跟現在的民主都不同 那 就是 你現在這個年代 又沒有一個土壤去 醞釀這種 這樣的 內戰施殺 那你沒有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 沒有一種契機去改變那個環境 所以他一路 獨裁 當然是維持下去 是不是 不出奇的 那獨裁 現在 現在很多的外資都不敢來 本身香港的經濟 就非常的不好 現在 那外資更加 一看到這個 45個人重裁 是不是更加害怕呢 就是不敢來香港做生意 投資 那以後香港 那不是的 那不是的 那外資呢 你全世界有多少地方有民主 很少而已 你全世界數一下 只有歐美那些 那些先進 就只有幾個 十個 十來二十個 可能都數清光 就是 剩下大部分 臨世界很多地方都沒有民主 有的都是假的 很多地方都說自己投票或者選 實際上 又有貪污又賄露出來的 那些都不是真的 你真真正正很均真的民主 其實很少而已 這是一個烏托邦 是一個理想的狀態 但是 整個世界 甚至整個宇宙 都是弱肉强食的 有權的說是 有錢的說是 就是 你放權給每一個人去說是 大家等額等值去決定所有的事情 這個是 不是一個 一個自然的狀態 不是一個自然的均衡來的 所以你有一個博方的想法 你可以 你可以 希望 但是不可以強求 它發展到就發展不到 發展不到 所以 其實投資的界 都很明白這件事情 你不是說 如果我只是 先進看下 有民主 我才去投資 那你就下去買美股 下去 你負責在美國 負責在歐洲 你出不了去 你出得去就陷主了 沒有民主就不買 那你全世界都不用買 他又不是這樣想的 就是 有時候 你沒有民主的地方 獨裁的地方 你突然間 有些事情 有概念 就炒起來 你那些A股 都炒過那輪格 中國經濟都炒過那輪格 早十年二十年 都有一段風光日子 不是沒有的 不過通常那些是一回合 不耐炒 炒完之後 就是 你不會永遠 長期的放些錢在那裡 這個是第一 第二就是 你不會放很多錢在那裡 就是 你譬如投資申請市場 你當是exotic的東西 賣外面 是吧 我擺少少 就當賭錢 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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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有很多地方在做 當很多地方都在做的時候 它不一定要靠你 它不一定要靠你 你現在崛起了 你想打低它自己坐世界霸主 它當然是在這方面跟你砌過了 如果是取消可能會導致美國 對大量中國產品徵收更高的關稅 這樣就可能激活過去對中國貿易行為的年度 審查 就好像比了最為國的待遇之前那樣 說是有些複雜啊 它這個 它一定審查的啦 因為你如果沒有這個待遇的時候 它變成不是一個白名單 不是一樣東西都自動過了 每個類別 甚至每個細行去逐樣看下多少稅 但是 其實現在特朗普它都可能簡化了啦 一刀切60% 一刀切60% 一刀切60%就不用做了 很老實 如果你在很多貨品或者企業來講 你的利潛是說幾個到可能十多二十個已經很盡 如果你關稅舉凡去到三分之一啦 譬如你勾制現在收電容車在說三、四十個巴仙 那你其實已經搞不定了 沒有一路的 所以如果你說再升級到一個幾十百分之一的關稅 就沒得搞了 是 沒錯 多謝KC 我們下次見 拜拜 Bye